因为前段时间这个范爷不是闹出了这个钻戒求婚的遗云吗 最近李志廷啊 你的假想情敌 又爆料和女助手姐弟恋 这两个人的绯闻其实你想想看来的也是蛮有默契的 不过这次李志廷面对女助手的绯闻呢 不仅是直接否认了 还当着记者发起了小脾气 哇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觉得他当时的范爷传绯闻的时候 好像没有这么大的反应啊 难道他们这次是动了真格吗 那你不是说是好消息吗 因为娱乐圈的事情这个真真假假也很难讲 到底如何 我们听听看当事人这么说 近日李志廷被爆于女助手姐弟恋 直接导致她无心宣传新专辑 10月29日李志廷现身电台宣传新歌 拍照时面无表情 看起来心情不太好 对于这样的假报道 我就希望不要继续就乱形不下去了 我跟阿欧英的关系就好像兄弟一样 这一次你不光是伤害我 还是伤害我兄弟 那我当然是有点不开心的 我觉得没必要嘛 说到与女助手的绯闻就大为光火 但是之前和范爷因为一夜惊喜爆出绯闻的时候 可并没有见到李志廷反应这么强烈 就在范爷钻戒一云发酵当天 李志廷还颇有一种乐在其中的感觉 我还是觉得能送的还是送歌比较好 因为歌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是最反映我心里面真正的感觉 所以让我来说我觉得一首歌比戒指的价值是高很多的 我明天就见到他 我就可以帮你问问那个钻戒是谁送我 当时笑得多开心呢 可是这一次李志廷面对女助理绯闻却 如此强烈的态度反差 不禁让人心生疑问 如果和范爷的绯闻也是空穴来风 那么李志廷是不是应该用对待女助理事件一样的态度出来否认 但凡看资料 范爷和李志廷二人偏偏都没有正面否认 你看你又问第二遍 你问了第二遍了 我都记得你在一夜惊喜的时候你就问过一遍 你现在又问一遍 我觉得恋爱这件事情了 其实没我们想到那么调调框框的 我觉得爱就爱 大胆参想一下难道此次李志廷主动澄清事实 只是为了不让范爷误会 我觉得有眼睛的人看到这个东西都知道是假的 新语力在线编辑报道 你看你走吧 新语力在它